上大学的时候借了10万块钱给同学 同学还抵押了一块劳力士格林泥汁给她 前段时间刚让女朋友去浦东做了一下鉴定 对方说这个表是真的 你们觉得这个表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左页上那个验表 验表对吧 可以在我上面拍一下 已经拍完了 快几天了 什么表 上去捐码是吧 对 好了 这个表在哪里买的 不是我买的是我大于同学欠我钱 然后她给我 她欠我10万块钱 10万块钱然后抵了这个 什么时候欠了 上大学的时候就抢了 上大学多年了 那大概几年了 三十年了吧 四年多了吧 附近有吗 就单表 就只有单表 4年然后抵押抵了10万块钱 对 你也太有钱了 大学就这么有钱 厉害 我看一下啊 先坐一下吧 哎呀 我好像放大镜都不用拿 太尴尬了 手感不对啊 太轻了 但是我女朋友 让我女朋友去 哪个普通新军那边验的 说是真的 去哪里验的 普通那边 普通验的 他摘了两个表结花了400块呢 啊 摘了两个表结花了400 然后那个人跟你说是真的 对 他跟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去的 不是我去的 啊 这样的 然后店里有个铜款 给你对比一下 讲解一下 你就知道是真的还是真的 好 这个讲白了 像我们行内话 通俗的讲 就是一言讲 我把店里铜款拿出来 这个是渐轻GMT啊 店里正好有一个铜款的 取下来 这不是那个格林泥汁吗 对呀 格林泥汁呀 GMT啊 也叫GMT啊 我看看 来 首先分量啊 你来颠一下两个 两只手 两只手试一下 感受一下 你要切身实际感受一下 对 对 这个是不是明显很重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明显是很轻的 对吧 我再拿一块 差不多的浅行 你再颠一下 啊 这个是渐进黑 你轮流颠 然后你把这个假的取下来 两个是不是差不多重的 对 啊 对 分量大差不差的 都是同型号的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鉴定点吧 你既然花青了 跟你讲明白一点 对吧 我们先观察一下 这个陶瓷圈的数字 对比一下 这个字体比较粗 这个字体比较瘦 对吧 字体就不对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劳力士 看家的特色 鱼泡盐 鱼泡盐的功能是干嘛用的 鱼泡盐的功能是放大利用的 你看这个 好像也不能放大 变成缩小了 这个就是放大的效果 我这个数字是不是放大了 对 这个数字都变形了 看起来 对对对 看到吧 数字变形肯定不对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做工 那你还花了冤枉钱了 大哥 他有可能是想赚你这个 卸表结的钱 而说这个表是真的 卸了两节 我们看这个扣子 颜色都不对了 正常的18K金 就是这个颜色的 这个发黄啊 非常黄啊 颜色不对 然后看这个做工 这个表 台面 是非常的工整 非常的整齐的 你看这个边缘 这个有 凹图不平感觉 防观logo 也不对的 然后再看这个螺丝嘛 螺丝的方向都打错了 正品的劳力士螺丝是在 它的右侧就在这个方向 一支螺丝螺纹是在这里 然后你这个假货呢 是在它的左侧了 就是表的方向 你看看完 你再观察一下 劳力士是顶级的腕表啊 也是世界顶级的车床做出来的 很精密的 这个螺丝是不是很粗糙 全都是金属堆积 然后拧的这个位置啊 都往里面陷了 正品的这个螺丝 是跟它的表节是齐平的 它不会说往里陷进去的 我们可以看对吧 跟这个台面是齐平的 假货的月光明显发白 正品的月光是有点偏黄的 然后指针哦 给你看一下 中间是有一根针肘的 包括它的指针是经过 金抛光打磨处理啊 非常的工整 边缘是没有毛刺的 我们镜头看一下 假货的 假货的指针 中间没有针肘 是空洞的状态啊 然后正品的 看到吧 有一根针肘 很明显对吧 然后再看这个指针边缘 非常的精美啊 没有任何的毛刺 或者金属堆积啊 都是经过金抛光打磨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假的 假的你看到没有 边缘是不是有毛刺出来了 外缘的地方啊 正好也给你科普一下嘛 反正放量也不对 这个就是一眼价 感觉到了 你机芯要不要开呢 算了吧 你都看了 机芯就不用开了 对啊 重量都不一样 没有必要了 到这时间 对对对 好 谢谢啊 好 不客气 再见啊 再见 有些同行也太不负责任了 为了赚人家谢表杰的400块钱 而说人家这个表是真的 我感觉没有必要 优优责任了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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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